NBA常规赛,火箭西败独行侠的背后,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秘密。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,火箭还是缺一个超级球星。 没有超距只能打打常规赛,季后赛就很难。 格林突破假动作也没有,进去就让人干,赶紧换不然砸手里了。 也就是个角色球员,难当基石啊。 格林发挥真的太差了,各种失误,各种不进。 现在只看申老师的数据,格林就那样不是不努力,也可以说没有另一种天赋。 体重技巧手短,格林真打不出。 申老师打出来了,火箭还差一个明星级别的。 杰伦格林三年了,也就这水平了,上线不会太高,不配当作基石。 乌杜卡真有耐心,被交易是迟早的事。 赶紧把格林交易走吧,打球全凭心情,毫无求胜誉。 火箭队这批小伙子,在关键战役遇上拥有超级巨星的对手,还是显得嫩了点。 这只小牛让我想起了威少和乔治的雷霆。 两个人放开抡,其他人看着。 格林确实有点不适。 达拉斯的防守强度,你就投成这样。 格林此时不敢站出来。 想要当球星,即使教练没有安排球权。 要有这份星,自己也要站出来。 火箭的实力在那摆的,一时半会也不能有大的变化。 只能耐心让年轻人成长了,看半个赛季再说。 乌朵卡只是不喜欢惠特摩尔,火箭不需要全明星。 火箭的全明星乃至巨星就是惠特摩尔。 火箭的基石345号位。 伊森、史密斯、神经。 外线缺一个防守尖兵,一个顶级双能位。 串联神经够用,这个双能位能带带替补阵容就行。 格林是愣投轻,又吃球权,效率又低。 防守也拉胯,一言难尽。 球伤决定他的上线,不过防守有所进步。 现在联盟好的,SG得分后卫稀缺。 杰伦格林打不出来了。 火箭二号位和中锋位置要补强。 不然是打不进季后赛的。 为什么火箭赢的比赛都是大比分? 输的都是西败呢? 说到底就是没有球星。 关键时刻没人站出来得分。 火箭缺巨星,关键时刻能力挽狂烂那种。 始终看着分差不大,就是追不上。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。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,我会继续加油的。